大家好,我是千一峰,欢迎到千一评堂 接下来的话呢,讲G43H的第三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的话,其实也不叫方法,是一种情况 我们加工工件呢,G54是一个工件,一个工位,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加工多个工位呢,我G54,G55,G56 我加工三个工位,那我这个长度补偿该怎么去定义定义啊 是吧,那么这个内容呢,其实也很好解决啊 所以我把这个第三种情况讲清楚,同学们进行学习一下 好,过来,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先讲页面啊 这里面有工件作标系啊,有G54,G55,G56,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如果说我们要做多个工位的 该怎么调,很简单,第一个工位为基种工位 第二个工位,这个区域,你要打第一个工件与第二个工件的一个高度差 把这个高度差呢,输到这个里面去 啊,那这边我们把G54,G55,它的一个XY我先定义一下啊 G54我是已经定义好了,我先把G55的定义进行调整 G54是在这个圆形工件的圆形位置啊 那么G55的话,我就调到平衡前的某一个位置为G55的坐标系吧 好吧,然后再去打它两个工件的高度差进行调整 通过手能模式移动机床 我只是举例说明啊,举例说明 比如说,这个位置 是我第二个工位 G55的区域 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系统硬板,把G55的X0,Y0进定义 比如说这个是G55的X0,Y0的位置啊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进定义呢 很简单啊,X0测量 Y0测量 那么我们G55的X和Y的一个0位对好了 那么Z该怎么对呢 接下来就要打高度差了 打高度差 那要找到这个工件的位置与这个工件的位置 它们两个的一个高度差,我们进入到计划里面去 好,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还是老规矩啊 进定义它的一个高度 进两下 嗯,可以了 好,那么接下来这是我们G54这个工件的一个Z0位置 对不对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队一下这个G55的Z0位置啊 进入到POS 进入到相对位置 把Z0归0 把说点击Z0 预设 好,那么接下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位置 那接下来我们进到机床 把它的第二个工件 它的表面的位置进队一下 好,移动Y 你说这个表面啊 是我们G55这个工件的 工件表面啊 这是一个G55工件的一个Z0位置啊 这是G54工件的一个Z0位置 你要知道它的一个意思 好了就好了,那么接下来这是我们G55的工件的一个0位的表面 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两个G54与G55两个工件 它的Z0表面的高度差是多少 那我们会发现它的高度差呢是-48.12 也就是呢 G54比G55要高这么多 那么G55比G54矮这么多啊 所以进入48.12记住了 把Z值这个区域输入一个-48.12输入 OK,那么这就是两个Z0表面的高度差了 是吧 那么我们把它高度差加进去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用一号刀 这是二号刀 那我们就用二号刀来试验一下 好吧 那么二号刀怎么进行试验呢 其实这个内容其实很简单啊 我们要先把它的长度补偿进行补进去 那么就是老方法啊 把二号刀这个区域的一个对出来 在G54表面啊 基准G54表面所对出来的一个长度补偿值输进去 因为我们G54这个区域是0嘛 这里是0嘛 对不对 当然你这个基准坐标新的 你可以把G54做一个标准块啊 比如说你比如说这个标准块我是不做加工的 我就以这个标准块呢 为我的一个基准Z0面啊 那你就可以把G54当成标准 那你就可以做G55G56G57啊 都行的 OK啊 好 我们进行对一下啊 好 可以了 可以了啊 那么接下来 这个呢 是我们G54基准平面所对出来的一个二号刀的位置 这是我们二号刀啊 你可以看我上一个视频就知道的 这是二号刀啊 那我对好这个二号刀之后呢 我就把二号刀的补偿值输入到H02里面去 因为我们G54呢是基准面 基准坐标 好 那么接下来 进入到刀片 把这个位置 361.06 啊 不 349.69 输进去 啊 点击操作 M输入 老方法啊 搞定了 对不对 上去之后呢 接下来 通过MDI 先验证G54 启动 好 那么接下来 这个位置呢 肯定是准的啊 摇过来 把50的 50的粮块 放上去 看 刚刚好 是不是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看一下G55是不是对的 再继续回到MDI的模式 进入到MDI的方式呢 那么我们把G90G55G0X0Y0G43Z50H02进行输入一下 然后接下来启动程序 我们来验证一下G55第二个坐标系 它的一个50到底准不准 好 启动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通过 50的粮块 来进行试一下 刚刚好 是吧 刚刚好 那么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G54G55呢 它的一个50的高度 都是非常准的 对不对 说说我们多公位的一个定位啊 都是没问题 那么你们可以进行学习一下 好 那么第三种G43H的方法 教完了 多公位的G43使用 同学们呢 还是要多把这个视频多看几遍 理解一下啊 它的一个差值的关系啊 就能够进行明白了 能够理解小伙伴啊 或者说看得开心的小伙伴 在下面评论区 点赞加关注 想学编程 可以来进行找我 有线上 线上的培训课程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千一峰啊 今天再次给同学们送一些福利啊 也就是说呢 我们正在进行学习啊 家用中心操机的一个小伙伴啊 然后呢 你想通过我们的电脑去进行操作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款啊 仿真软件 来进行仿真机床的一个操作 好吧 啊 那么里面的一个系统啊 里面的一个设置都是一样的啊 好吧 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进行双击打开这个软件啊 然后这边选择呢 我们的一个运行就好了 这样我们就能够进行成功呢 打开我们这口软件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进行选择呢 我们的一个家用中心的机床啊 这个比较大 我们进行缩小一点啊 我可以进行缩小一点啊 是吧 包括像这里面的一个机床啊 然后再加包括呢 我们的一个这个系统啊 全部都有的啊 好吧 你可以通过这一个机床的一个面板 系统啊 去进行操作 比如像我们的一个 集体打开啊 关闭啊 然后开机啊 关机啊 启动啊 是吧 也包括我们的一个程序的一个设置啊 等等一系列 还有我们的一个 一个像比如说 像我们的一个编辑 是吧 自动啊 我们的一个手轮啊 然后我们的一个快速移动 还有我们寸动 还有我们回宁等等一系列 对吧 像这些区域怎么进行使用啊 你可以通过 选择你自己要的一个系统 来进行操作软件啊 去进行学习呢 你看里面这么多系统吧 可以自己选择吧 是不是 好吧 那么需要这个软件的同学呢 在下面评论区 输入 我要资料 就可以领取 好吧 记得点赞加关注了 非常感谢同学们 拜拜